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們用茄子和土豆來做好吃的 首先把土豆去皮 然後切片 盡量切的薄一點,這樣容易熟 裝入盤中,放入鍋中 大火蒸15分鐘 再準備一把小蔥,切成蔥花 裝入碗中備用 再準備根火腿長 切成小丁 裝入碗中備用 再準備兩顆雞蛋,打入碗中 再把蛋黃撈出來,我們只需要蛋清 再加一勺鹽和胡椒粉調味 然後加兩大勺麵粉 攪拌成粘稠的麵糊狀 像這樣就可以 再加適量的清水,把它調開 攪拌成粘稠的酸奶狀 像這樣就可以 我們的土豆也已經蒸熟了 把它取出來,倒入大碗裡 再用擀麵杖壓成土豆泥 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蔥花和火腿丁加進來 加一勺鹽和胡椒粉調味 充分攪拌均勻 備用 再把茄子切成薄片 兩片為一組,切成鐮刀片 像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土豆泥釀到茄甲裡 把表面抹平整 這樣我們的茄子餅就做好了 全部都做好備用 先熱鍋刷油 再把茄子放入麵糊裡 裹上面糊 然後放入鍋中 開中火慢煎 煎兩分鐘左右 再給它放個秒 然後再煎兩分鐘 煎至底部微環 然後重複翻面 煎至兩面金黃 像這樣就可以了 哇,好香啊 香香香香的茄子餅就做好了 這樣做出來的茄子餅外皮酥脆 裡面有土豆的軟麵 非常的好吃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適合 做法也是非常的簡單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